趁佛名故于念念中除八十亿计生死之罪 大臣 经上说的这些话是不是太过分了 另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能够消八十亿计生死中罪 我出修佛的时候 台湾大学有位教授 我们很熟 以后他教授不干了 他去做生意 开书店 很赚钱 比教授收入那就多了很多很多位了 严一平先生 在台湾也很出名 教考古学 董泽斌的学生 他 看我学佛 他就告诉我 他说佛很会说大话了 很会吹牛啊 能相信吗 像这个就是他就不能相信 不能接受的 念一生阿弥陀佛 就能够灭八十亿计生死中罪 那不就太便宜了 可是我们学佛 学了六十年了 真的不是假的 那为什么我们的罪业老是消不尽了 我们过去生中有无量事啊 这一世一世的 我们从哪里来的 人不是从远后变化出来的 不是啊 大臣经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自己的生命 跟宇宙是同一天发生的 唐朝 贤熟大肆的 妄境还原观 这一篇论文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讲宇宙的起源 生命的起源 万物的起源 我从哪里来的 我的起源 大臣经教里 佛常讲 一念不久 而有无名 这个无名就是阿赖耶 就是三西讲 这是宇宙 万物 跟我同时起源 时间太久了 太长了 深深适适 迷惑颠倒 尤其是 入了轮回之后 出不去了 轮回是个迷宫 永远迷在这里 一个念头 就是一个意 那刚才讲的 我们心有所念 这一念里面 要细分 有一千六百兆的念头 八十一节 三四重罪 你就笑得了 为什么笑不掉 可是 如果是用真意性来念 一念就笑掉了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原因 佛经上有个比喻 譬如千年暗示 那就是讲 比喻 无量界的迷惑 一盏灯 一盏灯就照亮了 那一盏灯 比如真心 比如你觉悟 一觉悟之后 无世界的业障 全都笑掉了 为什么 业障是假的 不是真的 真的可就笑不掉了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这要知道 物质现象 假的 精神现象 也是假的 自然现象 还是假的 自信 清净心里面 那是真的 那叫真如 这个里面 没有假的 所以科学哲学 到最后 没有法子 最后的问题 不能解决 为什么原因 科学跟哲学 都必须要有 现象 有对象 他才能下属 要是没有对象 他就没有 一点办法 没有 真心 自信 佛家讲的真如 本性 他不是物质现象 不是精神现象 也不是自然现象 所以科学对他 就没法子了 决定 探测 观察 你也想不到 包括数学都没有办法推算到 这一段事情 大乘经上讲的好 唯一正方式 怎么个正法呢 你能够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 他就下去了 就正得了 方法真简单 做起来不容易 对于世处世间 一切法 不再执着了 真的不执着了 执着的意念都没有了 在佛法里讲 正阿罗汉 佛 菩萨 阿罗汉 是佛教阅理的这三个学位 佛是最高的 相当博士学位 菩萨是第二个 硕士学位 阿罗汉是第三个 学士学位 你能够把 职责放下 第一个学位就拿到 能够不分别了 与世处世间一切法 不再分别了 你就拿到第二个学位 菩萨 如果再提升一级呢 不起心 不动念 这就叫佛 一般 能够真正 明心 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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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他把这三种障碍 都放下了 不知足 不分别 不起心 不动念 这才能尽心 这才能对 宇宙人生真相 彻底 透彻的 明白了 比科学 哲学还要更紧 一次 科学哲学 达不到最后 为什么 他没放下 科学家 哲学家 要能够 真正放下 他起心动念 他就成佛了 他就成佛了 所以佛 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 教学四十九年 他教学什么 终极的目标 就是叫你 对宇宙人生的真相 真的 彻底的明白了 他就叫做 彻底通达明了 就叫成佛 就称这位佛陀 所以他 大大地地是教学 他不是成神 不是成仙 跟神仙不相干 不相干 他是叫你 大车 大武 把宇宙人生的真相 都搞清楚 搞明了 所以 除八十一戒 生死中 罪 这个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佛说的一点都不过分 我跟他玩一样 就算了 我一样 就算了 我一样 就算了